說到吹頭髮竟然也能當公務員 什麼職務不清楚 讓民嘴告訴你 他們直接就被派到環保局裡頭 啊 環保局 可是他們的這些身份跟環保局 沒有相關啊 沒有相關啊 然後就被派到環保局裡頭 去當公友 就站了公友的圈 然後呢 去當公友就算囉 其實這些人根本不是去幹公友了 因為這個 真的就是來當花媽的司機的 然後這個美髮師 變成他貼身秘書 民嘴踢爆就在2010年 陳菊市政府陳菊的美髮師 與司機還真的進入環保局當公友 但報到第一天就隨即轉調 秘書處供陳菊拆遣 但從未在環保局上班的兩人 不只是車開好 還是頭髮吹好吹滿 竟然隔年從工友升官便技工 沒有美髮師 我這樣的頭髮 也不需要美髮師 但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們都依法任用 應該要問環保局局長 市長別管那麼細 為正面回答問題 四兩撥千斤 但專門處理陳菊頂上功夫的 御用造型師 曾經的這段話卻露了線 幾乎來都是燙頭髮 我這樣的頭髮 也不需要美髮師 她頭髮比較細 也不需要美髮師 所以大概一個半月 是兩個月要燙一次頭髮 也不需要美髮師 隨著花媽離去 兩人是否還任職清潔隊 相關科長強調 人已不在單位 但有不少聽聞此事的議員 卻不願多談 即使南霸天北漂總統府內 影響力絲毫不減 謝謝台北總報導